江女士告诉我们 自大四年前 他和张姓男子再次取得联系后 就一直没有放弃过向其索要欠款 但是对方却只是口头应允 完款日期却一拖再拖 其实现在事情将在这 这位先生的态度非常的关键 我们和他尝试一下做一个连线 看看有没有可能得到他的回复 那么对于这笔千万元的巨额债务 张姓男子是否认可 他迟迟不愿偿还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喂 您好 请问是张先生吗 是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是那个有这么个事 就是有一位江女士 江大姐 您认识她对吧 是您朋友 对 她跟我们说呀 说是您这几年前呢 反正因为各种原因吧 这个欠了她一笔钱 我想知道您现在 就是您认可这件事吗 就是认可认可 认可是吧 这样我想问一下您啊 现在您想还这位女士钱吗 那我就是挣着标 边挣钱边还呗 这个数字您现在认可的是多少啊 您能告诉我吗 数字那个 我不认可她那个 她那个二年的利息都算了八百七百多万 在那八百万 对 我们认可受不了 对 您是承受不了这个利息 承受不了是 那您您觉得您欠女士多少钱呢 我这儿真没办法回答您 我这儿有点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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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